每一年在台灣大約有25000名的婦女 她們必須面臨要摘除子宮 而且這些人是確實被摘除的 還有很多人在邊緣掙扎的 那麼國際上有一些研究 包括摘除前跟摘除後身體上面的改變 其實在美國的米尼蘇達州 他們的一個醫學中心就做了一個研究 在2000名婦女接觸子宮切除 是保留卵巢的 在20年後他們研究發現 其實它還是會罹患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 甚至於心血管的風險都是存在的 比如說像我們最怕的什麼肥胖 高血脂 高血壓 甚至冠狀性的心血管的疾病 甚至於高達了33% 你想想看 我想說我不是切除應該就好了嗎 並沒有 所以在這裡這個研究就告訴我們說 其實並不是因為你摘除了這個 你就可以避免掉這些風險 而且這些風險還是相對的提高 尤其是像我們講的 充血性的心力衰竭的風險 是增加了4.6倍喔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在想了 哇 那這樣子切除後的這麼的高風險 在20年後仍然有的情況下 那我是不是不要切除 也不是啦 真的需要切除 還是要切除 對 那像有一位呢 就是一個婦人 她自己就是過去 她其實也是因為疾病的關係 她已經做了切除手術之後 最近腰就不舒服了 那感覺怪怪的 然後呢 她就去就醫 那你也知道我們都一直在推廣什麼 6分鐘護醫生 那醫生就想看看 嗯 子宮沒了 可是我看一下 做個內診發現 不對喔 抹片一檢查發現 她原來得的是子宮頸的 我們所謂的遠跪癌 所以她保留了子宮頸 但沒想到子宮頸有癌症啊 對 然後就想說 天啊 怎麼會這樣 我不是子宮切掉了 怎麼還會 醫生就說其實這是不同的 雖然是一家人 但是不同的部位 所以醫生還是講一下 不要因為切除了子宮 就忘記你還有一個 6分鐘護醫生的檢查 好 其實像以第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因為她切除的是子宮 那切除子宮 解決了子宮的病兆 但是其他的問題會發生 這個原本就是 並不是說你擔心這些問題發生 就不處理會致命的問題 這一點非常重要 那陳醫師倒是跟大家說一下 包括子宮跟子宮頸等等 通常 比方說保留子宮頸 或者是保留子宮頸等等 你們的考量是什麼 那麼對於每一個女生來講 她的生活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首先來講說我們子宮的切除的方式有三種 那第一種叫做刺拳子宮切除 就是保留子宮頸的部分 那我們如果真正來講 應該說子宮跟子宮頸 這兩個是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那個台語講的 我覺得還滿貼近的 叫做刺拳頭 就是子宮的頭部 就是頭部這個是身體的部分 所以這個頭部之類 這個是應道 對 所以它可以保留子宮頸的部分 叫做刺拳子宮切除 那這個原因是說 它如果是病罩是在子宮頸本身 像剛剛講到肌瘤肌腺症的這個部分 那全子宮切除就是連子宮頸的部分一起拿掉 那一般來講是說如果一定要做的就是說 它的病罩是在子宮頸 或者是子宮頸有相關的病罩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說我要拿子宮的時候全部一起拿掉 那不能病罩在子宮頸就拿子宮頸就好保留子宮嗎 不行喔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確實 但是因為子宮頸它有一些韌帶固定我們的子宮 所以變成說我們沒有辦法把說你地基挖掉那個房子漂浮在來 了解 對 所以我們最多能做的就是說 子宮頸叫做椎狀切除的部分 就是切掉一小部分 那很多就是這邊也是要提醒大家說 很多人說我子宮頸切除 事實上你做的部分切除 就是椎狀切除用 還是可以懷孕生小孩 對 那另外一個是說用於這個叫做子宮根狀切除 就是叫Radical的手術 它是用於這個子宮頸癌 那一般它除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是中間這個部分拿掉以外 還有旁邊的韌帶 因為我們這旁邊是骨盆的地方 我們要拿到三分之二的部分 所以它要拿的範圍很大 那這種拿完以後就是說 我們剛剛一般提到說後遺症比較多 譬如說可能膀胱它的無力 或者說大便解便的困難的 那這個跟這個都有相關 好 我有個問題 因為剛剛提到說子宮 我們一直在講 詹醫師過來 子宮是這個寶寶住的地方 那如果說這個保留子宮 也就是說這幾個切除法 除了你剛剛提到椎狀切除可以懷孕之外 其他是不是就都沒有機會了 對 沒錯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我們把子宮分為兩個部分 我們一個是子宮頸就是子宮頸的部分跟子宮體的部分 那我們孩子住的部分是在子宮體的部分 反倒如果說他今天懷孕的時候出息 他著床在子宮頸的話 這也算是一種子宮外孕 而且他的出血量風險量是很大的 因為這邊的彈性跟收縮環境是有限制的 所以當它越來越大的時候反倒有危險 那為什麼剛剛美國那個研究說 很多心血管疾病會發生到底是什麼原因 尤其在35歲之前 因為我想還是跟這個血液循環有關 因為這個旁邊的這個 因為我們看到卵巢在旁邊 那一邊是跟我們的子宮做固定 但是另外一邊他的血液循環是從外面來的 所以當你這個切除的時候 我們旁邊的這個血液循環 可能都會受到影響跟改變 那當然你的荷爾蒙的產生的量可能也會減低 對 那因為年輕的時候你身體的一些反應 可能不是那麼明顯 因為我們的這個荷爾蒙的除了說卵巢製造的話 我們的脂肪也會 但是長時間看下來的話 可能就對我們的身體的健康就會產生蠻大的一個影響 好 那過去傳統的開副手術大概會幾公分的傷痕 一般來講我們傳統的開副手術還是要看說你的病灶的大小 對 因為像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這個子宮的大小十幾公分 十幾公分的概念是什麼 就大概到肚臍 那如果到肚臍的這個情況之下 一般我們建議開刀的方式是要直開 那直開的話因為空間可以延伸 那當然這個傷口就會比較大 復原也會比較差 那如果是我們橫開的話 一般大概是十公分 就像不復成這樣 大概十公分左右 對 沒錯 好 也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麼關於子宮方面手術的達文西手術 現在最快在九月份開始有一些健保補助 也把這個最新的訊息告訴大家 那樂敏 你也遇過一些切除子宮的患者 他們都說接下來身體出現哪一些狀況 還有很多人覺得肚子空空的 是不是真的掃了一個器官 東西會往下掉 一般來講我們大概就是要看他的整個解剖的圖的位置 因為我們的從肚皮看到後面 其實女生的結構最前面 肚皮下去第一個器官就是膀胱 然後再後面就是子宮 再後面就是我們的腸子 就是從前到後面 那大概就脊椎就到我們的背後去了 那男生跟女生差異就在這個地方 男生前面也是膀胱 可是中間就沒東西了 對 然後後面就大腸 那上面的小腸那些就會沉到這個底 其實骨盆腔就是一個像一個盆 它就叫骨盆 所以它的東西是沒有間隔的 所以都是通通沉在這下面 所以我們常常在門診有些病人 那我子宮拿掉 我那個空空的地方 會是什麼 其實男生也沒有子宮 他也好好的 我常常都是用比喻跟他們講說 不用擔心它就是一個空腔 就像一個臉盆 就像我們這樣比喻來講 一個碗公 子宮就像一個乳蛋放在底 你乳蛋拿起來 你的麵條還是 男生女生都有腸子 就比喻成麵條 他們就放在裡面 你只把乳蛋拿起來 它還是好好的 了解 那生活上的影響呢 包括排尿性功能等等 對 因為如果說是 像剛剛詹醫師所講的 我們的荷爾蒙下降 我們的女生的性的那種功能 有的是跟雄性素有關 我們的荷爾蒙的製造過程 女生身上可以驗得到雄性素的 對 因為它只是一個代謝路徑 中間的一個產物而已 所以當你的卵巢功能 在下降的時候 因為血液供應不好 即使你卵巢在 或者慢慢走向更年期 你的這個性功能的 那個需求量就會下降 那卵巢功能的減退 當然也會影響 因為你的血液供應就 不好了 一定會將對這樣 也就是說切除子宮的話 其實也是會影響到 卵巢的供應 對 因為它的血液 不僅是子宮過去 還有後面兩條動脈 其它是一個複雜的工血系統 那你把它一條 就水柱本來只要有五條好了 你給它砍掉三條 剩兩條 當然它的功能就會受影響 那泌尿道的一些症狀 最主要就是 我們更年期的女生 常常會造成 泌尿生殖道的萎縮 那同樣你荷爾蒙下降 這些當然就會 有一些影響 那精神方面的疾病 這當然會 你看我們女生的荷爾蒙 在波浪月經 每個月來女生 大姨媽來就會有波浪 那你更年期那些女生 她們都會有相對應的 一些情緒上的反應 這是合理的 可以接受的 了解 所以平常的保養非常重要 今天佩玲要教大家 刮帶脈 這對女生很重要 對 確實很多 其實女性 就是 因為有可能 那個子宮卵巢 如果都切除的話 其實她可能就會有 荷爾蒙不足 就有點像更年期 會肥胖的那個狀況 那一般我們就會用一些 就是幫她調荷爾蒙不腎 或者有些人疏後之後 覺得很疲勞 補氣血 然後再來的話 局部的話 因為我們腰部肥 腰腹會肥胖 女生就是最 最擔心的這個 就是腰腹肥胖 因為我們的帶脈 它其實就是以肚臍 這個做一個精準點 大家先找到自己的肚臍 然後它是環腰一周 它就整圈其實 就像我們那種皮帶 那一個地方對不對 對對對 都是我們的帶脈 然後這個它就是 因為我們身體的經絡都是直的 只有帶脈是橫的 所以它是把它竖緊 是 就把所有的經絡竖緊的 那我們現在的話 其實以前的人會用什麼 熏旗 酒法 那我們現在的話 有一些刮沙板 我們是可以加熱的 它就是電的 按了之後 它是會電動加熱 它就會有溫熱的感覺 那我們就可以用 像是那個艾草的精油 你就抹在你的這個帶脈上面 那刮的方式 你可以這樣子上下 就是上下沿著你的帶脈 這樣子刮 所以帶脈雖然是橫的 但是大家不是往橫的方向 而是要上下上下 你如果橫的話 因為我們還身一周 看你順手的方式 有些人他手可能沒有辦法 轉得那麼順的時候 其實上下施力 就是小小的上下施力 稍微這樣子 沿著它經絡的方向 然後你可以看說 你手可以到多後面這樣子 那另外一邊的話 你可能就是從右手這樣子 OK 或者說如果你順的話 你也可以橫的刮 就是把這個帶脈這個部分 把它通順了 讓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調整複殼的部分 好 也可以溫暖我們的子宮 那在飲食上的好方法 我們今天請到了陳志穎 這道料理結合了中式跟日式 對 為什麼這樣結合呢 因為你在煮 你有印象嗎 你喝過的味噌湯裡面 是不是會有牛棒 那牛棒的味道 其實跟我們這個 當歸跟人參 其實味道很像 所以你中式就是把我們的中藥材 當歸跟人參 放進來就對了 對 而且不是放進來 我把它當成高湯 高湯 這個人參味跟當湯 我現在已經聞到了 對 那這邊我們準備了一些蔬菜 像番茄 把它放進來 你說這味道跟味噌很合 很合 因為其實你在牛棒的那個 煮的那個味道 其實也很像 對 牛棒有一點點人參的味道了 對 然後這個花椰菜我們把它放進來 那再來就是豆腐 對 豆腐也把它放進來 OK 你今天用了兩種魚 這一道叫做味噌醬燒雙魚 是哪兩種魚 我放了鮭魚跟土拖魚 對 那這邊有新鮮的那個山藥 對 一樣把它放進來 那我們把它火開大一點點 然後讓它用蒸的方式 水蒸 因為我們的水沒有很多 所以這一道不是很湯的一道料理 它其實有一點點湯菜 一半一半的 湯菜 對 如果裡面跟女性荷爾蒙 比較有關的 大概就是豆類跟山藥 OK 那這邊我們把魚 稍微做一點點的處理 這土拖魚都切大塊大塊的 好 OK 鮭魚也是 然後我們給它一點點的米酒 米酒 對 少量的米酒 然後再來給它一點點的底瓜粉 所以外面要有點像酥酥的嗎 對 要保護它 對 沒錯 少少的就可以了 稍微把它拌一下 然後再來就給它一點點的胡椒 但不用加調味 對 因為味噌本身已經有味道了 沒錯 沒錯 然後把它稍微拌一下之後 我們乾煎 OK 給它一點點的油 好 稍微乾煎它 OK 好 我也想問佩玲 如果以這一道來講的話 這道來講的話 這個加了像是人參等等 它對於女生的荷爾蒙 有什麼樣的影響 對 其實像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那個山藥 它有那個植物性的雌激素 那其實當歸裡面也有 所以如果你在平常這些食療藥膳裡面 去補充到這兩的話 對女生來講 它是可以促進我們身體的那個荷爾蒙 然後人參的話 它就比較特別 人參的話 它是去刺激我們的身體 去分泌這一些荷爾蒙 所以它不管是男生 女生 其實你在補人參的時候 其實都是可以刺激 我們身體的那個荷爾蒙的一個分泌 那這樣的料理的話 其實就是對於激素缺乏的人 其實是都可以補成功 其實男生 女生都是可以吃 沒有說只有女生 才可以補這一類的料 好 不過有一點 因為你有一個朋友 也就是說大家在面臨一些抉擇的時候 聽醫生的醫主比較重要 而不要自己覺得說 乾脆都去之而後快了 有時候搞不好會後悔 對 我之前有一個女性朋友 她那時候三十出頭的時候 她就因為子宮肌腺症 她每個月 月經來都很痛 她就直接就像那個詹醫師 她就跑去跟她的婦產科醫生說 我要把子宮切除 然後她那個婦產科醫師 就執意不肯幫她切 然後她就說我已經結婚 而且生了兩個小孩 然後已經沒有傳中接代的任務了 拜託妳幫我切 那醫生就說No 不行 然後後來就是人算不如天算 她過幾年離婚 離婚的時候她又再婚 再婚的對象是沒有小孩的 所以她又需要生寶寶 對 她又幫那個男生 又再生了一個小孩 所以我知道那個 婦產科醫生有時候他們真的 看人生看得還滿多的 年輕的他們不切就是不切 誰知道未來會如何 所以不要自己想說 乾脆都全部拿掉 沒有 我們的人生還很長 還有很多不一樣的決定 真的 然後這邊我們要調味 它的調味就是 裡面放一點味噌 它味噌可以自己斟酌 但我要味噌的味道 不要這麼強烈 我就放了一點點 蒸過的南瓜 然後有帶皮的 對 沒錯 帶皮 然後連水 所以加上南瓜 應該會有點甜甜的味道 對 沒錯 那你現在是要把它打成 裡面湯的汁就對了 對 這個是一個調味料 調味料 好 我們把它打勻之後 它就變成是一個調味料了 而且它的顏色比味噌好更多了 而且味噌如果你單放 它其實鹹味有一點點太重了 對 可是這也是一個好方法 大家在煮味乾脆的時候 加一點南瓜 那魚只要煎到半熟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來了 對 所以我們原本用了人生 跟當歸的這個湯底 然後加上了蔬菜來煮 對 煎了之後 現在我們最後來 把我們的味噌 還有打好的南瓜給加進去 對 把它調味加進來 那整個顏色就會非常的漂亮 而且會有點濃稠 OK 那現在等它滾了之後就好了嗎 大概蓋上鍋蓋 再一分鐘到一分半鐘 等魚熟了就好了 喔 這一道就完成囉 味噌 醬燒 雙魚 鮭魚與土拓魚的搭配 加上藥膳與蔬菜 香味四溢 補充磁激素 幫你緩和更年期的不適喔 掛照來看 除了子宮之外 那卵巢呢 如果說拿掉子宮 是緩慢的進入更年期 拿到卵巢 難道是直接進入更年期 像懸崖似的嗎 對我們的影響又是什麼 另外很多人現在卵巢早摔 待會終於是有方法 教大家讓它更年輕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